主持人 各位老师及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是陈欧超 今天要为大家报告的题目是 多数模式评估方法 模拟木核在绘村林场之空间分布形态 我的报告将分成五项程序 由前延至预期成果来为大家说明经营的主题 首先在前一部分 因应时代的变迁及环境意识的抬头 台湾的森林经营也导向守护健康森林 永续生态发展的理念 其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维持物种的奇异度之外 还能提高森林生物多样性 但是由于近年来的环境极端气候的变迁 以及人为的开发利用 造成许多的物种林林灭绝 漆地遭受到破坏 所以如何富裕及保育的工作 建立一个生态漆地的一个模拟分布呢 对于未来的保育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本研究的目的呢 便是希望可以透过GIS技术 以及多边量的统计方法 来模拟物种的生态肤间分布特性 我们分析其五项重要因子 分别是海拔 坡度 坡向 坡面位置 以及直升指标的关系 建立起以抉择数 区别分析法 以及逻辑思复回归三种的生育力推幅模式 那我由一张整体的架构呢 来为大家说明整个示意图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主要是透过3S的技术 分别是GPS、RS以及GRS 那我们有一批工作的团队呢 进入深山原始里面 进行质群或是单目的调查 而我们调查需要的工具呢 是使用GPS 使用这边是使用Trimple Pro XR系列的 高精准度的GPS仪器 可以定位到公尺以下的一个等级 再者我们再借由RS 航空遥册的影像判释的技术呢 帮我们做大面积的空间判释 以及对于背景的数种做取样的动作 最后我们再借由GRS 这样一个整合平台呢 帮我们做进行分析及处理的工作 所以本研究呢 可以提供一种有益的模式 来辅助了解物种的生态基地分布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模式可以加入不同的环境因子呢 来模拟在不同环境条件下 适合物种生存的一个空间分布特性 所以对于单木或是直取呢 都有一个有效的一个退估 那更有助于我们对于森林的健康监测啊 或是物种离木及离地的资源 能一个有效的管理 而我本次的研究素种呢 为木核 它是查科和木核鼠的 那这四张照片呢 是我们实地调查的一个照片 那大家可以看 它是扩跃性素种 但是它静感相当通质圆满 它的花瓣五枚雄伟特多 这是它的硕果 叶子护生 重生于仙端 而我们研究区域呢 选定在台湾中部地区的惠孙林场 是以目前初步评估呢 是在靠近东东西的北东沿山到南东沿山一带 以及靠近关刀西的小树山一带呢 做素种的定位调查 虽然我们取样呢 是以点位的资料 但是实际分析模拟 也是以整个惠孙林场为主 这边是西方基 有以点位的观点 来突破面的延伸性 那这是我们的林场的一个3D立体透视图 我们可以看到地形相当的起伏 它的惠孙林场最高海拔到 2419首层大山 那最低也有454公尺 这说明了这样的一个地形是 垂直抖向距离非常大 那惠孙林场是中部地区的代表性森林之一 接着呢要跟大家报道我们整个实验的设计流程 首先在资料搜集的部分呢 我们对于相片基本图 素质高层模型 以及卫星影像 进行影像的资料处理 那我们推导出四项因子 分别是海拔 坡度 坡向 及坡面位置 联合起来 我们再借由两期卫星SPA5的影像呢 利用它的一个近中红外光的一个叉子笔 来推导出它的直升指标 联合以后 建立起GRS database 我们再将附现场定位调查的样目资料呢 混回来以后 转换成电脑可以处理分析的数据 那我们进行样目的选取 以及缺取的动作 那我们选取呢 是分成两种 一部分呢 拿来做我们建立模式的使用 也就是建模样的 另外一部分 抽取出来做为简合样的 也就是验证模式的可靠性 并且会依据文献呢 对于统计的研究呢 要对主体木核及背景要采1比3 至少的比例呢 来做资料的整并 并且是以采随机取要的方式呢 可以降低它的空间 至相关的一个干扰 那这是我们图层套叠切取的施衣图 我们将五个图层叠合以后呢 将五个木核资料 放到里面来进行切取的动作 我们就可以切取出主体生育地的区块 以及背景非生育地的一个区块 我们将切取的资料整并以后呢 就可以送进三个统计模式进行分析 再对于结果进行验证及评估 那首先我们先看到第一个抉择数的模式 抉择数呢 它是一颗往下发展的数状结构 当我们资料送进到它的根结点以后呢 原始资料点 它就会进行它的底梯切割远算 其实切割的原理呢 就是找出时组间的变异数答最大 此步就会不停的recycle 直到分成一个较纯的四群快笔为止 也就是到了我们的叶结点 或是我们通称的一般的终结点 也就是终端点 区别分析法呢 它是先选取一批具有分类效果的样本点 来建立起它的区别函数字 并导入空间分布的观测值呢 进入分类及预测 简单的来说 它就是透过几核的转换及坐标的旋转 让两个族群在空间的分离效果达到最大 那究竟要转多少度呢 那就有来我们找出时指主间的变异量 处于主内的变异量达到最大值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要的最大的旋转角度 我们也可以找到这条橫色的区别函数式 第三个 逻辑师赴回归模式呢 它不同于一般的线性回归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几率模型 它具有解释自变数及应变数的关系 并且会依据我们所设定的一个门槛值 来做二元式的分类 二元式的分类就是 我们以01来做表示 跟电脑的01一样 我们0设为非线域 而1设为线域 而1设为线域 而我们这边的槛值是设定 预设为0.5 将上面的程序执行完毕呢 我们就可以对于结果进行验证及评估 那我们要验证什么 我们要评估什么呢 我们要验证三个模式的推色准确度 包含了使用者精度 生产者精度 整体精度及CAPA指标 并且评估模式的执行效率之外 还要探讨不同变数组合之下 是否具有改善模式的效用 所以目前我对预期的成果 分成两个部分 下了两个结论 第一我们先从模式的推色比较来看 在推色准确度的部分呢 我依据文献的收集 查到得知呢 比例模式 由于它是一个非参数式 它比较不受到统计假设前提的干扰 所以它的推色情形为较为优 然后其次是LMR 再来是DA 当然实际的情形呢 会因为我们实验设计的取样 以及样本数的多广 而影响到推测的结果 所以呢 我会以不同的精度指标 来评估模式的结果 以确认模式的可靠性 第二 SAMID的一个推测面积呢 会陈述上述的推测准确度的一个情形 所以推测越好的 相对它缩减的面积就越多 所以底第一 目前我推测是最小 其次是LMR 再来是DM 而我们这样筛选 木核的高潜域区的原因就在于 我们可以缩减 后续的地面调查的面积 那当然相对就降低 我们能力及经费上的一个开销 而在执行效率部分呢 三个模式目前我们评估为相近 但是DT模式 我们在外推整个绘村林场的木核生育地面积呢 由于它在推测时呢 它是一个大大小小的不等式 所以在绘制时 撰写model会比较辛苦 而目前我所阅读的文献当中发现 对于生育地的研究呢 每一个步骤都是影响的一个关键 因此都将影响到决策的品质 所以目前了解到影响推测能力的所有方法以外 还需要考量资料的品质 环境因子需要的数量 还有它的分布形态 其中目前我们环境因子呢 并没有将全数因子到位 制裁分批到位 逐次模拟筛选的方式呢 我们先优先将这五个因子纳入 来缩减大量缩小面积以后呢 我们再进行后续的一个模拟 那当然我们也会加入 如气候及土壤需要长时间定位调查的资料呢 来做进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外推 我相信更可以提高 对于木核的一个物种的空间分布推测的精确度 其次呢 我们也会增加样本数 采更多的独立样本 来回推验证模式的可靠性 而我们采这样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这样的建立模式呢 我相信更可以建立模式推测的一个精确度 我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